歡迎收看SI CAR 愛車庫 大家好 我自己自我介紹 我是 Tim哥 好久沒有來你這邊玩了 對 為什麼我要把你找出來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呢 從兩年前我就開始洗你電動車 對 這是真的 然後呢 你最後呢 又給我買油車 我想說是非常的不給我面子 不是不給你面子 啊 不然是什麼 我有一個充電障礙 充電障礙 人生都有很多障礙 但我的障礙就是充電障礙 是個字 充電障礙算是個障礙嗎 是一個障礙 因為我 你手機要不要充電 要 對嘛 要充上去就充了 可以啊 那你的這個筆電要不要充電 要啊 是障礙嗎 但我家 不能裝充電樁啊 外面有啊 外面也可以充啊 然後我問你喔 可是 來我先跟你講 你的iPhone 你是不是iPhone 我iPhone啊 從10%或20% 對 充到8、90%要多久 30分鐘 那你覺得不是障礙 這不是障礙 這很快 那我告訴你 電動車現在20%充到80% 也才不過20幾分鐘 你是現在跟我講幹話 還是在跟我講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幹話 我今天來 我跟你講 我今天一定要帶你體驗一下 因為我再次推坑 對 而且我要帶你去這個 中心電功的iChargen超充 我有電功iChargen 當然啊 因為他們家最大充電功率 200千瓦 對啊 好 那我們現在要實測 當然啊 那有沒有辦法呢 是去 我們去那個地方以後 我可能去吃個飯 喝杯咖啡 上個廁所 太多了 太多了 吃個飯太多 你說我吃個飯太多 對 喝個咖啡就差不多 你都還沒喝完 他就衝到80% 真的啦 蛤 你不要講幹話 不是 這不是幹話 這樣好不好 好 超過30分鐘 好怎麼樣 我就請你 你無了電動車 下一台電動車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你付半價 蛤 半價 就是你幫我付一半的車錢 有點多耶 頭期款 頭期款 好不好 頭期款 可以 那這部Audi 我特別幫你借的 唉唷 這是Audi GT嗎 帥人 一定要配帥車 但是我沒有開過 我也沒有做過 沒問題啊 等一下讓你做做看 真的 那 就是帶著你去充電 好 實際帶你去體驗一下 充電充到80% 對 只要20出頭分鐘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講說什麼 你iPhone充30分鐘 不是障礙 沒有障礙 然後車子就有障礙 我跟妳講一件事情 現在都是多說的 我們直接實測去看 你不要那邊跟我講那麼多 我要眼見為憑 好 但是充之前呢 你要先下載 iTrader的iParking App 這很簡單 綁一下手機 就可以了 OK啊 那我們就出發 走 老弟 等一下 我問你 那這台車的 到底它的馬力啊 這些 續航啊 這些 操作介面到底好不好 你要買我才告訴你 我買車都是你 推坑我 我跟你講這個車是這樣 你有沒有看過 這個復仇者聯盟 有 第四集 終局之戰 終局之戰 有有有 我看兩遍 然後那個美國隊長 對 他去拜託那個Tony Stock 對 說要幫他解決時光機的問題 沒錯 但是那個Tony Stock不要 對 後來呢 他又回去找這個美國隊長 美國隊長 就開著這部車 真的假的 就是這部 其實我很喜歡這部車 第一個 帥 因為它是四門的GT轎跑 它有跑車的線條 雙門的造型 然後非常扎實的底盤 對 然後你有沒有覺得很安靜 也非常安靜 但是我跟你講 開電動車呢 有一個要注意的 什麼什麼什麼 因為我們開油車 就是注意油量表 當然 油還剩多少 對 但是電動車呢 要注意電 對 它的中空螢幕裡面 就有個充電跟效率 有看到了 所以你現在 電剩餘的趴數 然後你的續航力 還有多少 在前方的儀表 也會告訴你 所以其實都一樣 就很像你看油車 也是告訴你 你的剩餘油量 可以跑多少公里 跑多少公里 是不是一模一樣 真的一樣 只有你插在這個 油表變電表 沒有啊 就這樣 是不是無縫接軌 開電車有一個要注意的 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 因為電車 它有回充系統 對 那Audi比較貼心 它把它做在 這個所謂的換檔撥片 這個現在叫回充撥片 回充撥片 因為它有三種模式 對 所以你注意看喔 這邊有一條線 當你把它撥到最右邊的時候 對 你一收電門 收電門 車子就會 其實我現在沒有在踩油門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那滑行 有 你有沒有覺得 現在我再把速度加上去 有 然後你看我往左撥 往左撥一下 有耶 對 再一下 好 你看我現在收油 收油 你有沒有覺得它有點減速 有 有的減速感 有一點減速 不是滑行是減速感 對 這個其實就是代表它現在正在回充 好 那這個有沒有回充 對 跟你的續航力有點關係 對 因為回充會讓你的續航力有點幫助 唉唷 好 我們現在到充電站了 這個是虎口 虎口 對 那我們因為剛剛電量剩多少 剩31% 31嗎 對 我想說這個 帶Tim哥來展示一下 我跟你講現在充電真的超級方便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是中興電工的IHRG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喜歡來這邊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家呢 在高速公路北中南的休息站 都有這個所謂的IHRG可以超充 所以你現在是在消除我的疑慮是不是 沒錯 因為你知道我剛前面有講 這個Tim哥推的電動車 推的只好兩年了吧 最後還是給我買油車 對 我現在就是要告訴你 其實你要南北跑休息站就有 不用下交流道 現在呢 來你看一下 第一個動作是充電槍插上車輛 那我跟你講 超充的槍 有的是你要先插槍 對 再掃碼 對 有的是先掃碼 再插槍 對 所以你要看它的這個使用流程 對 那我們現在用這個來做示範好了 好 那我們現在因為它講說要先拔槍 對 所以我們這個先拔 然後我跟你講 你要看你的電動車是什麼規格 什麼規格 那現在大部分都是走CCS-1 對 那有些比較新的是走CCS-2 S-2 那我們這是CCS-1 這是台灣現在目前最流行的兩大規格 OK 那我們今天一創是CCS-1 CCS-1 打開之後 對 下面這個開關 打開 Tim哥要不要實際操作 為了解除你的 疑慮 對 操去 好它會亮燈 這裡 接下來我們回來掃碼 好 其實就像是現在你去加油站 對 你這個所謂的自助加油 自助加油 一樣到一樣 一樣是插信用卡 對 一樣意思啊 比如說你看我們現在掃碼開始充電 OK 掃QR Code 好來 對 你老花也你掃不到嗎 對 掃不到 你怎麼知道我老花 掃到了 你看是不是很方便 有有有有 掃到之後它要稍微跑一下 因為它要去偵測 然後要來啟動這個 然後現在你看 這裡會亮出來是不是 對 你看我們現在的低創的電量是31% 我看到了 有沒有 對有 你老花也你掃得到嗎 我跟你講我們不要騙人 我們現在幾點幾分 現在是11.7分 好 11.7分 我們看充到80% OK 好不好 好 因為Tim哥常跟我講說 拜託充電 充那麼久 這很麻煩 對 但我覺得像現在在這個休息站 你可能去做個蛋糕 撇個條 差不多也充飽了 哎呦真的耶 因為我們重新電工 它最大的充電功率來到200千瓦 200千瓦 所以我們看一下 我真的是199耶 我跟你講我決定我去上個廁所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它滑過的時間好不好 好好好走走 欸上完廁所了啦 舒服啦 拿看多少 87% 真的耶 也才充了8分鐘 對啊 所以現在其實 充電越來越方便 真的 然後充電站越來越多 那我也是要問你 人生最重要的事呢 就是跟錢有關 是 那這個多少錢 你說這個嗎 這個裝呢 建置起來大概要四五百萬 我說我的車子充電電費啦 電費喔 電費很簡單 它一般正常來講 一度是12塊 一度12塊 那你如果是iParking的會員 對 就9.8塊 我剛加入會員 對 那就9.8 那市區呢 因為我在市區 市區的話呢 因為它有那個 它有個認證嘛 對 那你要輸入3CTim哥 然後就可以8塊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Tim哥8塊 掃碼 掃碼 掃Tim哥的臉 沒有 沒有嗎 但市區真的是8塊 對 8塊 對 所以其實以 我覺得以現在普遍的超充收費來講 對 算是低一點點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哪些的車子品牌 已經有跟他們在合作 很多啊 BMW嗎 沒有啊 沒有啊 Jaguar 都是豪華進口品牌 可以耶 我還有一個問題 是 因為我知道北中南 對 那個休息的服務站都有對不對 對 那全程大概有多少個 現在是13加3個 光市民大道就兩個 還有 小巨蛋 南港展館也有 總共有13個 今年下半年還有3個要開 那我再問你 你也知道我後年3月會換車嗎 是 大家坐在我後年3月要換車了 等等 換什麼車先講清楚 我現在在猶豫啊 那他的超充站會有多少個 200個 等一下你是廠商是不是 沒有啊 確定 不是 我跟你講他們家要蓋充電站 真的很快 我就說了 因為有都督房 在都督房 我有這麼多停車場 我就現成的停車位 就封一個窗上去 就可以充了 OK OK 真的很快 好像是耶 而且你看我就說 離你家 離你公司 你看什麼都有 市民大道就有了 我跟你講我想要看一下 現在 80% 剛剛好80% 我們來停止一下時間 來 20分56秒 可以很快了 到80% OK 其實就這樣很簡單 那 你有沒有覺得其實現在充電 真的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難 我們是不是要先把 那個車子先把它靠 對齁 我們要拔起來齁 我都忘記了 我來我來我來 聽哥操作一下 等一下我告訴你 你現在齁 這個拔槍齁 其實我遇過網友很多問題 什麼問題 網友就說為什麼不能拔 對 第一個齁 因為每一部車的設定不太一樣 OK 有的是充電的時候會上鎖 OK 有的時候 有的車不會 有的車會 那有的車是從車內解鎖 有的從手機 有的從這邊 OK 所以你一定要確定 有些人說我充飽了 我就要把像加油站一樣 錯 你一定要確認它有解鎖 有接鎖 所以像這個呢 你看像我們剛剛已經 已經付完款了 停止充電對不對 這樣好 我們請聽哥示範一下 好 壓這個 對 不能拔對不對 按一下這個 好 再來是 真的耶 就跟你講吧 因為每部車設定不一樣 有些是看燈 藍色的燈通常是在充電中 OK 白色的燈OK你可以拔了 喔 來我們現在把它插回去就可以了 好好好 耶 可以了吧 是不是跟交友一樣簡單 真的耶 對不對 真的耶 以前交友自助交友的話 也是拔起來插上去 對 衝完的就把它插回來 就插回來就好 就這樣啊 一個插信用卡 一個掃碼 只是等待時間 多一些 真的耶 還行嗎 可以耶 這樣會覺得方便多了 這樣我有點心動電動車耶 就跟你講了 你看 那我先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像我家現在還沒有辦法裝充電充電 對 那我有算過 我在市區跑一個禮拜 200到250公里 夠啊 可以嗎 當然啊 因為我剛剛一看這個時間 二十幾分鐘 我就行過去 我去旁邊買個吃的喝的 放個廁所 或者是剛好跑去旁邊買個便當 他就至少可以充到50%以上 絕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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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 我們現在充電的最高峰值 差不多平均都會希望你可以充到80% 對 那80%大概至少還跑個400公里 80%400公里 那以你一週兩百多 所以跑個十天有了 等於一個月只要充三次 兩次到三次 然後每一次就20分鐘 30分鐘就飽了 好像有道理 其實真的不難 而且你看 電費絕對比油錢省 這我同意 對不對 這是我同意的 而且還省了保養費 電動車就是保養費最省 還不用保養 對不對 對 所以你不要再讓我失望 可以啦 好啦 那後年就大家 期待 看我到底會不會買電動車 不要再騙我了 好啦 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好 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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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